大家好,我是金子 今天我们去苏州的镇湖演出 牧原堂 就是那种大棚婚礼 苏州最近的天气非常不好 又是下雨又是天冷 然后牧原堂呢 换衣服啊特别不方便 基本上没有单独的一间 所以我们这次有经验了 在家里换好了 直接过去 出发 金子快点走吧 撑个伞烧 我有点下雨 刚刚把那个来头 这个金子 捏到这次的准 朋友们 今天是我和金子演出 11周年纪念日 就是在11年前 2013年的这一天 我和金子人生第一场演出 当时应该还是在学校里 三年级 其实三年级 很多学生都已经在外面 接过演出了 因为毕竟平台学校 以前是中专嘛 第三年就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 不像现在它是大专五年 印象深刻 就是苏州盘门那个景区 我和金子两个人 唱了整整一个下午 赚了多少钱 两个人加起来赚了100 一个人50块 当时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 就是这么开进来的 这个车都停在路边 外面都是线烧的 朋友们老规矩 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他们 人已经来了快一半了 大家看了 墓园堂就是没有换衣服的地方 幸好我们家里换好了 大概数了一下 差不多30桌吧 演出在下半场 我们先入席 两位新人要上台讲话了 全场宾客 除了我和镜子以外 通通排队上前 一个一个给红包 太壮观了 吃了六分饱 准备演出 啊 水下雨不明啊 啊 水滴楼泪四滴 水滴雨下滴 同水这四股天啊 在山东西啊 牛皮 普及一路 啊 三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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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ид 美作 十分之在的 新一样 能够讲美货作者 非常亲 非常爱 美贼 作比 作作笨 作笨 作为美比美风飞 朋友们演出结束了 还是很有感触 我觉得这个演员走上舞台一定要早 年龄越早越有优势 出名也要趁早 我外婆不是收了那个学生吗 很多人都说很可惜的 因为如果她18岁 那真的是前途无量 但是那位女学生已经28岁 年龄上来说肯定是晚了一点 我们只能祝福她 希望可以在曲异的路上 走出属于她自己的道路 看个白鱼们 接着视频里带给大家 等到这会儿